深深一鞠躬承認 脫逃的東非沸沸是六府村的 從一開始否認至今 拖了兩個多禮拜 直到看了遺體結紮痕跡 才知道 清查保育卡 但跟縣府數據出現落差 先前登記一百五十隻草原沸沸 八隻阿拉伯沸沸 五隻東非沸沸 但有員工爆料 這些數據根本不準 PO出照片 沸沸區圍離邊的樹木垂落 成了他們外出途徑之一 最後是用食物將他們誘導回家 倒置五年發生八次以上 還說有外面的沸沸近來交配 三年多前族群結紮數量 精算出兩百五十隻以上 一百五十隻是造假數據 實際上根本沒在清點 關係有很多沸沸在外面 只是當地老人都以為是大隻的 猕猴 六福村表示針對沸沸脫逃及數量 一切得等清查 結果出爐後確認 我們不會相信 我們當然是以政府到到實際到縣長去 然後去掌握的這個數量為主 沸沸脫逃到最後雁民震生 原方說高牆電網防護措施都有做 但就是不知道從哪跑走 六福村沸沸數量是其他動物園十倍 網友熱烈討論 希望分散數量或聯繫原生地送回 甚至要求勒令停業 很難找到像六福村有幾十公頃放羊場地 另外沸沸們可能近親繁殖 要送回原生地也怕失去獵食能力 林務局介入三十一號前往勘查 勢在必行 三新聞綜合報導